你这位哥夫都已经是植物人了 怎么还把他醒来 怪了咱们好事啊 那倒不是 不过 毕竟我今晚活死人在这 剩的话 一会儿 好 不过这林叶啊 是一个没什么能力的健保师 还欠了一屁股赚 还让他这么活着干什么 林叶不还有钱管完店吗 等我把他的店弄到手 这废话就再没有利用价值 我就是在那 大师要先打开您的前头 帮我鉴定鉴定吧 就是帮我们鉴定鉴定吧 这一段话是根底还是鉴定 哎 大师你怎么了 哎哎哎大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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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现在鼓完链 转让给我了 你白着喝个气兆 宝贝 他可是为了救你才出车祸变成植物呢 你真舍得让他 什么舍不得 是他自己要救我 我又没有求他救我 哈哈哈哈 这林叶啊 就是一个没什么能力的废物 还欠了一屁股赚 活着也是浪费两次 好了 就送他上路吧 据最新消息 一代神童健保大师 四位一篇人经历心脏病出发复死 那我 呀 咱咱 林叶 你干不齐啊 你 林叶 我现在是林叶 我常常全球第一行 全球现场大师 我现在是林叶 他们如何捐捐自己 还嫌林叶的人生 莫菲儿 好狠心 你 你怎么醒啊 怎么 没给机会让你们杀我 你们是不是很失望 你什么时候醒呢 就在你们抢走古玩店 准备要害死我的时候 你居然这么早就醒了 不过你现在就是醒来也晚了 古玩店 已经是我的了 莫菲儿 林叶为了救你才成为了职务人 你可没做对不起他吗 是你既要救我 变成现在这样 管我什么事 林叶 你居然 你居然越来越了职务人 是你天真心的一个闹门之人 你放心 你也会有心 刮目相看 莫菲儿 林叶 既然你死不了 那我正式通知你 我们的关系 到此结束 这里有十万 就当我赏你的小费 以后 别再来纠缠我 老妹啊 你真要明白我林叶瞧不上 我说你这件事的谁 你没资助 是你配不上我 就你这个落魄成鬼废物 没人看得上你 谁说没人看得上他 请 我跟他 不是你瞎吗 叶格这样的好男人 你都不知道这些 敢打我 想不敢打你啊 你根本就配不上叶格 这一巴掌 是我是叶格打你的 什么 还想动手 叶格 你住手醒了 太好了 你也就是一条落魄狗 早有天会来跪着求咱们 求咱们给他一口饭去 咱不要管他 咱们先走 嗯 那我怕让你失望了 因为贵钱的人 也能是你们 少说大话 谢谢 既然这话不离不弃 那我就等着 你的品鉴会上 等你吗 你真是走投无路 跪着求我们 叶格 你醒了我真的太放心了 以后再也不会离开你身边 判断了 我已经不是高高在上的林家大少爷了 以后你也不是我的秘书 你别人在我身上 一日是你的秘书 终身是你的秘书 我不走 从我负债累累 不想要我 心里 你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 叶格 当初我被流氓欺负的时候 是你做了我 而且不管怎么样 我都不会离开你 哪怕你不够扭认 只要能在你身边 默默地看你 我就制作了 可是 你本情已经还完了 叶格你别说了 不管怎么看我都不会做了 我别跟你讲 可以理你吗 大龙女女士 继续安苏 谁是林业 你是谁 来干什么 我是林业 你就是我 你就是林业 我是你的载主 南宫月 你就是传说中 不可敌伯的南宫家 无以你家族 南宫月 不错 林业在我的浴室场 开始欠了一个亿 今天就是你的还款日 欠款准备好了吗 南宫家族果然如传说中的一样 国色天香 冷艳鲜成啊 不过 我现在身上身无分文 你可能还跑一趟了 既然知道我是谁 还敢欠债不还 你胆子倒是不小 不过 你就不怕得罪我南宫月 让你生不死 常言道 古丹花吓死 做鬼也亨流 你长得这么好看 我就是死你手里 你 南宫月 不就是一个亿吗 我替也够花了 这个是我的存在宝预判 你看看这多少钱 如果不够的话 我再去想办法 不用啊 区区一个亿对我林业来说 不是什么大事 给我三天时间 有一定 纵不过周知 纵不过周知 你的健保能力一塌糊涂 而且你唯一的古玩店 也都没有 你能什么 我的健保能力 在这个世界上 我说第二 就没有人想排第一 借你的钱 但用了三天时间 三天后 我一定还你 但是还不上 我就不命给你 有获利 好 我就给你三天时间 叶哥 我这个预片应该值几个钱 你拿去迭代吧 不用 必须一个亿 还就让我明年的眼睛 叶哥 我是相信你的能力 拿这三年的时间太大了 你去哪找一个亿啊 刚才卓菲人说 北城举办了品鉴会 那咱们就去品鉴会瞧瞧 以我的能力 到时候称霸全场 小意思 叶哥 你的品鉴能力 你是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啊 我没跟你开玩笑 到时候你就看吧 我一定会 好吧 品鉴会主要是品鉴对方的古董 参加品鉴会的所有人 都要带一件古董针丸 既然有个要趣 我也不知道 我这个玉佩够不够 我看看 陪我发言 一句如律令 天言 先前来 你是玉佩表面上看着平平平起 可是那女人气充沛 还是上好的何天玉所见 价值至少千万 玉佩哥 你难道之前是在藏着吗 我心目桌了 这个确实是何天玉 高属车祸大劫 我决定 以后 我不要太急了 太好了 我看以后谁也敢欺负叶 玉佩 这个衣服就送你了 不行 我怎么能要你的东西呢 是 我的就是你的 我临夜唐苍南 送上你女人家的东西 好吧 你拿着 咱们俩去评价会看看 先等一下 你醒来这个豪车祸 我会告诉伯伯伯伯伯伯 不想进去 为什么 评价会来都是有条约人 他早已落后 不算是凌家条约 没有这个进去 我眼看人低的东西 哎哎哎 主的让开什么 还可以让开 别拦着男人家主的路 临夜 你怎么会在这 我这不是为了要还你赛 你们来几年会看看 不过 我这个落魄的临家少爷 主办方不让进 周经理 你们主办方都是这么实力演的吗 不不不 我都是瞎门人的意思 瞎门人懂你 还不可以让开 临夜 机会是给你了 能不能把握住 会靠你的 不要让我失望才好 你放心 我临夜 绝不如来 站住 个废物谁让你进来的啊 来人 将那两个三狗洞进来的家伙给我赶出去 张爷 你胡说什么呢 我们是被邀请来的 挑起 主办方 能不能邀请你这么个废物进来 无可奉告 害我 你这算进来有什么样 你有东西给大家体验吗 就是 一个负债累累的废物 哪能拿出什么古董来 哎 正好马上就要进行互相健保了 要是发现有假 那肯定就是你拿来的 各位贵宾 你们的奇珍异宝都在这里了 新名的 现在可以开始见赏了 我就让你好好调教我 如何在这里发放命返 让你翻不了身 来各位 我张爷先给各位献头了啊 明依 这玉佩 是你拿来的 是 这何天玉玉佩 更是我拿来的 笑死 哪个人欲 是明依一看一眼就是假货 明依 拿假货敷衍大家 你要不要脸呢 张爷 你自诩健保无处从未失守 还自封什么健保大师 我还以为你真有几分本事 没想到 这是孤名钓鱼之后 明依 你 你知道什么意思啊 这玉佩是我的传家宝 不可能是假的 我说它是假货 它就是假货 干了什么呀 这么热的 这不是北城著名的健保大师 秦老吗 我听你们刚才在说 哪块玉是真的 秦老这一生啊 都献给了珠宝的鉴定事业 不如让秦老来鉴定一下 这块玉到底是不是和铁玉吧 鉴定 秦老 您看这是不是假的 这块玉啊 入手升温 但是 你看着外表昏暗无光 这内里面 也看不清紫头 这真的 答应没有 就连秦老都说了 它不是真的 林爷 现在你没话说了吧 我真的没有骗你 这个玉一定是何天玉 别急贤贤 玉佩是不是何天玉 我最清楚不过 你一个半点健保 才能都没有的废物 还狡辩什么 秦老 您再好好瞧瞧 这玉啊 表面上看 确实是没有 可是那里 灵气充沛 小伙子 我跟你说 我老秦 闯荡 鼓言 是 最近这几年 我是热衷于书画 但是我年轻的时候 对于玉石的鉴赏 那是重点不知 秦老可是电子上 绝对不会错 就是 谁都能出座 唯独秦老不会 难道这个玉 真的不就何天玉 放心先生 女配人 又是何天玉 拿着你们的家伙 滚吧 滚 等等 这块玉的玉 又乾坤了 什么 秦老 你这什么意思 还能什么意思 这何天玉 哪那么容易摔坏 秦老是想说 这就是假的 飞远飞远 这是一块价值联群的 何天玉 秦老 没看错 我刚才说了 我老秦 作风比完全 是玉石的 对着玉石的鉴定 我确实都知道 这块玉啊 最少 张爷 你果然是不明教育之辈 秦老都说了 听玉 又是何天玉 你还在追什么 周围又是还有疑问 都可以再继续调调 怎么这样 哎 真是张 你想到吗 看来他们明显 这是可以数料的 张爷 刚刚就是看错了 他的能力 勿佣正业 对对对对 就连秦老都能看错 我看错 又能怎样 既不如人 还找借口 远离能够厚的 有什么资格感 有我的能力 有个废话 不会话 咱们比自己唱 有什么不敢的 人家怎么比 这里好生热闹 南宫家中来了 老兄 有礼 秦老特弃 听说二位要比赛 我近日得了一尊 翡翠观音 还被请人鉴定过 不如你们二位 帮我呼执一下 看看谁的价格 更接近呢 南宫家族 这个语意好 那叫你去 按照南高小姐 说这种 秦业 你觉得呢 既然比试 怎么会没有彩头呢 你如果是输了 我欠南宫月的一个亿 你先帮我 逃房五千万如何 那你刚才输了 那你给我一亿 好 在场的人做证 那开始吧 半点健保才能够得 败家的废物 谁还敢提到健保比赛 真是不值死活 既然你也想要 饒死骆的成全 如果你拿不出一个亿 就把你的手脚给我留下吧 好 你先来吧 南宫小姐的翡翠价值不凡 四可得温润入手升温 起码价值上 我发现 连续如的这 天眼 看 错 这观音啊 分明一文 哈哈哈哈 你果然是个什么都不会的废物 南宫小姐的观音 乃是翡翠所说 起码价值上义 几乎一文不值 林叶 这翡翠观音 确实是我花了一个亿所买 是你做 亏我对你还有所期待 不过现在看来 大家伙都看到了吧 南宫小姐说了 翡翠观音 假之一个亿 林叶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我相信叶哥 苏浅浅 事实都摆在面前了 你还相信他 这脑子没进水吧 叶哥说他不值钱 那就是不值钱 别吵了 既然秦老在这 不如让秦老来看一看 这边是真实的 秦老 您可要瞧嘴气 免得 您的仪式英明 老秀 刚才已经打了一次眼了 既然你说这翡翠是假的 林叶 你敢验证吗 如何不敢 好啊 林叶 你竟敢损坏南宫小姐的翡翠观音 你好大胆的 林叶 为了躲避说谎 你居然损坏翡翠观音 你这是安的什么心呢 南宫小姐 你可不能放过他呀 林叶 给我一个解释 大家若是还不相信 你瞧他就避上了观音 没错 小你说的对啊 这翡翠观音确实是假的 林叶 为什么这么说 南宫小姐 这翡翠观音里面 已经碎成了渣 真正的翡翠 就不会这么碎过 没错 除掉外面这层表皮之外 魅力确实紧 南宫小姐 你确实要认识 一文不值啊 我居然就有个马神 比赛人空的时候 林叶 看来你还真有两把刷子 一般一般 我啊 就是误打误撞 运气好 运气好 我就知道 叶哥才华很腻 看来啊 有些人 就是孤迷教育之位 大眼 叔叔 你输了 你跟爸拿来吧 是吧 小雷掌 在场的人可都可以说证 是 你确定要不许首承诺 在我命中 还没有人敢说话不设话 不像你张家 也不想背上 你对出尔反尔 让人输一笔 千万吗 不就是 我又不是没有 这是张家牌子 这一句子 南宫月 这是我还你的五千万 还要麻烦你的人 跟自己去张家去地方 我相信 张家的人 也不会和你一样 不可能 我现在就回去 把钱送到人民家 告辞 肥业 你倒是还真有点本事 不过这一次 谢谢你帮我个大宝 我拆穿了观音是假的 让你损失了一个亿 还丢了脸 你谁但不怪我 还要谢我 这个翡翠观音 我是要送给人合作伙伴的 现在让你拆穿了 总比让我拿到合作伙伴面前 因为脸就大不大好 不过甚至还会损失数亿 所以我还是得追 那你 要怎么谢我 我已经相信 怎么样 南宫小姐 叶哥已经有女朋友了 还是你不要开玩笑 我南宫月想要的 但没有我怎么知道的 南宫月 我们哪个 我们哪个 你开玩笑的 你这次帮了我大忙 我看上了你的能力 说这样 你来我公司当顾问 怎么样 公司 给你开 不用了 我更喜欢当老板 就算谢礼 还是算 那这样吧 这样的最爱呢 你就不用还了 就一笔多销吧 剩下的五千万 对我林爷来说 就是比小钱 今天说最观音的事 就当作是 你给我机会的例子 南宫小姐 既然 你要送人的 肥子都已经没了 那肯定还需要 新的例子 家的这个 人家是配件 你最想是这块 玉佩 最怕还债 对 苏小姐 值得吗 你说什么值不值得 我都是她的人 以后一会算是 这块玉佩成色不错 你算你两千万 谢谢 陈奕 走 陈奕 我南宫月公司的大门 随时为你抢开 算了吧 陈奕 你的玉佩呢 我卖了 陈奕 你的玉佩呢 我卖了 你卖给了南宫月 为了给我底债 陈奕 你去哪儿 我欠的债 怎么能让你还呢 我去给你付费玉佩啊 你别去了 这是我自愿卖的 陈奕 我都是你的人 我快去玉佩呢 哎呀 胡说什么呢 我问我不管 我就是你的人了 你不够名分为愿意 你别刀子 不给名分也愿意 行啊 小人就留在我身边了 但你放心 三天后 我一定会出生于你 嗯 小人会 喂妈 什么 你们被赶住固然店了 你们就过来 好 老小子 你这是怎么了 你别吓我呀 赶紧给我们滚 五万店 是林家总传下来的 心血 绝对不能让出去 现在这家店 是我们左飞的条件 你要是赛点心 什么打到你 就是要逼死我们呢 怎么会这样 找你呀 嘿 哭声吗 别以为你们之前 是我们的特强 应该对你们动手 立马死远点 出手 给我动手 妈妈 没事吧 没事 没事 儿子 你真的行了 这也是 不幸中的万幸了 我们一家伤口 终于可以团圆了 爱大 好好的古玩店 怎么就转给 卓菲儿了 妈 妈 这古玩店 是被卓菲儿抢走了 但你们放心 我一定会拿回来的 不是他 我相信你 我当时谁这么过来 嚣张呢 原来是废物 可不是 废物 实际上呢 就赶紧带着 两个老不死的东西 赶紧滚远点 否则啊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你们还有没有人性 伯父 伯母 好歹之前 也是你们的东家 我们过去休息 我们现在的东家 可是卓菲儿少 你们林家 早就落寞 现在连和我们 相提并论的资格 都没有 在他耍什么为止 你们这些 卑鄙不耻的小人 我父母 一直把你们当亲人 这种的不薄 你们过境下水 就算了 竟还如此的猖獗 怎么着 难道你还打我们不成 我们可不怕你 你敢打进来 我们就报告你们找事 让你们赔得 连裤头都不剩 当我是被吓到了 叶哥 谁的电话 罗菲儿打这个 不用管 什么 你先说那电话 是我们中间打的你 怎么可能 你耳朵没聋 就是你们东家给我打 我呸 我们东家 恨不得叫你抽筋拔皮 怎么可能会给你打电话 你不会想说 我们东家找你复合 是想吓唬我们 给你冲腰吧 对付你们 还用不着你们东家帮我 哎 你评论我东家 让我进来收拾你 兄弟啊 是吧 狠狠给东家出口恶气 他说这什么 哎 东家 已经来了 这个分我才评论你 我们正不得抽筋拔皮 对对 我卡不进去 不想要了 还不过你进去 周飞 你应该搞什么鬼 林业 你怎么不接我电话呢 周飞 我有必要接吗 林业 我已经知道错了 我现在深刻反省了 我们复合吧 给你机会可以啊 把古玩店还回来 另外 给我不顾跪下 磕头道歉 林业 知道这都不可能 我们再好好聊聊嘛 我跟你没什么可谈的 林业 是真的知道错了 我还爱你 你复合吧 复合 就你也备 周飞 就你这种货色 哪里配那张月高 你要不要再脸 林业复债累累 你跟他复合 那是看得起他 我怎么配不上了 周飞 月高 我高反不起 周飞 叶哥离开你 我就是你的追捧 你能得到叶哥的策目 你就是你这边是最大的英雄了 还想复合 想了叶哥 好了 先前 林烨 你確定不跟我复合 十五 行 別想拿回這個古玩店 是一把火燒了 還給你 老頭子你這是怎麼了 兒子你怕極了攻心 把你腦袋 爸你沒事吧 走咱們去醫院 呦 車怎麼啦 哎呀寶貝 你來的正好 怎麼有好戲 可以看了 來 先別走呀 我們還有事情 能說清楚呢 說這樣啊 有什麼事 咱們回頭再說不行嗎 你再給我讓開 讓你答應我 給我的公司 給南工業發上線 投奏成功 我就讓開 你威脅我 對呀 就看你 有這個孝心嗎 卓菲啊 你的心腸怎麼能如此歹多 你馬上看 別想動手 也無資格 蘇淺淺 這種廢物 你還急著貼上去 結果呢 人家連個名分都不給你 你也是賤 沒名分又怎麼樣 憲哥這樣的好男人 只要能待在他的身邊 一定死我願意 你 老頭子 老頭子費不行了 老頭子費 你趕緊給我讓開 你一定會後悔今戰的所作所為 我說了 只要你答應給我牽線搭橋 我就讓了 好 我答應你 現在可以讓開了吧 哎呀 我改主意了 我現在呢 貴心 哎 這個主意好 還要學狗叫 哈哈哈哈 你們怎麼能這樣呢 還是 呦 再快點做絕對嘛 你那個爹 可就要撐不住了 兒子 快救救你爸 好 不會 你還沒有學狗叫 趕緊叫兩聲聽聽 哥 你快起來 他們根本就是在戲罰我們 哎 你沒學狗叫 我怎麼知道我戲啥你 你想你爸死 就趕緊叫 病人嘛 都有搶救的黃金時間 你快叫我呀 叫 叫 慢著 來 哎 你幹什麼 放開我 天天 我的車在外面 你送伯父伯伯伯去醫院 葉哥 伯父伯伯這邊有我照顧 你放心吧 幹什麼 幹什麼 南宮小姐 他們無冤無仇 你快放了我 連夜是我的人 連我的人都敢動 還敢說是無冤無仇 啊 是啊 林燕 他們交給你副理了 林燕 你想幹什麼 我告訴你 你要是敢揍我 我一定用你後悔 後悔 你應該給你都給他 虎不虎為後悔 你竟然敢打我 你怎麼不敢 你一個個的啊 我本不想與你們作對 非要活動病 請當我林燕 心思索軟之輩 哎呦你張燕 是不是覺得欺負我 很爽啊 廢話 我告訴你 我給張家少爺 趕緊放了我 哎呀 死到臨頭的海嘴一樣 是不是腦子有病啊 廢話 靠一個女人 算什麼男人 你又算什麼東西 比一個幼女子多少 你先讓我打開眼界啊 啊啊我的手 我的手 這隻手 就當這個男姑娘陪罪的女姑 廢話我的手斷了 這 這條腿 廢物 不不不不 你 求你 我錯了 錯了 求你饒了我 蘭公月 這隻手 做不夠給你配罪了 算了 這些這樣的價值 已經足夠了 下次要是再敢耍這種 下散烂的手段 你們的命 別想要了 滾 怎麼樣 剛剛有沒有被嚇到 林燕 你剛才好男人啊 從來都沒有人這樣為我出骨頭 怎麼會啊 你可是男公家的家主 有的是人把你出頭 就是你以為我是這樣的身份 誰還敢給我棄手啊 總之 謝謝你 你我之間不必客氣 林燕 做我男人吧 南公月 你是在開玩笑吧 你看我 像是在跟你開玩笑嗎 以後就不要連綿 擔心你教我了 就教我 月兒吧 哎呀 別鬧了 你得答應我 月 月兒 那 還要做男人呢 這我沒辦法答應你 你可是南公家的家主啊 什麼 你是別的怕有人說你吃晚飯 放心 只要你跟我南公月在一起 整個南公家都是你的 誰還敢是你一定不是 我林燕堂堂男兒 想非要你女兒家的家一年 再說了 以我林燕的努力 不出幾年 你能闖到十幾年 你用不到運氣 可以啊林燕 口氣不小啊 可是林燕這樣 我必須喜歡 行了 我該去叫我父母了 不用著急 你這樣的男人 我可不想錯過 不如我們來一段 漠水姻緣 你給我留一個孩子 你的債務和古文店 我都幫你躲回來 怎麼樣 不怎麼樣 我林燕要做的事 我自己會做 用不著別人幫忙 行了 有人再見 真是個有趣的男人 不過既然入了我南公月的眼 總有一天 會讓你心中同樣的做 岳哥 田淺 我爸媽怎麼樣了 你放心吧 伯父伯母已經沒事了 那就好 若貴有你照顧 野哥 你怎麼又給我客氣 不就說好了嗎 你爸媽就是我爸媽 我照顧他那不是應該的嗎 田淺 你怎麼對我這麼好啊 嗯 野哥 我對你的心 你是知道的 田淺 你 我 野哥 你直接叫我 先去男工作 啊不是 您說 我都知道 男工作約他 神聖尊貴 真假不可 我是演出文明的大美女 我喜歡太心呆的 你也是有意義的 謝謝 其實你在我心裡 不比任何一場 真的嗎 你別說 有你這番話 我就信哪一場了 若是有天我愛上了別人 那豈不是對你很不公平 沒有 我不管你身邊 是不是還有別人 主要我還能在你身邊 能夠幫你照顧伯父伯母 一定可以信哪一場 只要你留在我身邊 我也都不管你好嗎 你放心 我林業一定會 重回天封 我兩個人 你相信 好了 我還有五千萬沒還呢 好嗎 那我知道 骨眼鏈 好點好的 我讓你搭上林業發錢南宮月 你倒好 你還惹怒了南宮月 你幹什麼吃的 老闆 再給我一次機會吧 老闆 給你多少時間 你已經開除了 滾出去 老闆你別開除 這次真的是意外 老闆你別開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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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闆你別開敲 這怎麼回事 都怪那個林業 要不是他 公司也不會把我開除 是 他這人都怪 這該死的廢物 啊 還得我轉了手 又還得你把著金飯碗的工作丟掉 我們絕不能如此发銷 哪有什麼好辦法 聽說 這廢物 還在那個小星人吃了玩劫 這林業 我還欠一大筆錢還沒還呢嘛 難道他還有錢 想淘點寶翻身 他哪有那個本事 上次再去年會 完全就是走了狗屎運 現在還想一想天開 你錢弄淘寶一下 怎麼可能 萬一他真的運氣不跑 翻身了怎麼辦 不行 我們得去看看 絕不能讓他如願 走走走 威哥 這些地道貨裡面 真的有值錢的東西 有雖然不多 你看這一路走下來也沒這樣有價值的 那我們來這兒幹什麼 雖然難解漏 但是我真套到保陰 他說他能獨特有 那個我差點忘了 你靠妳了 你等我了 這幾百塊錢 等下我就讓你看看 這幾百塊錢 這怎麼變成上萬 这首歌 这书节怎么办 客人好眼光 这书节是大家首歌 你瞧瞧这字 过去东北 这书业也很体现上架 这是我从老家里面找出来 非常珍贵的宝物 客人您开什么家呢 什么大家所做